好,又來到我們的頭珠界面 繼續和大家說回 2024年7月4日,星期四跑馬地賽馬的賽事 這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爆冷場合 買至三角,和大家買回三隻馬匹 至於我們買到的場合,其實就是這場的第一場 這場第一場是我們的五班1650米,草地A難的賽事 今場馬上都滿了馬匹的 有12隻馬匹來跑 這麼多馬的場合上,到底我們會買到哪幾隻 哪幾隻才值得來買呢? 我們和大家一起來看 今場馬,其實我認為都是一些很容易爆 有爛馬走進來的場合 至於我們第一隻會選擇的爛馬 其實就想選擇 由五彭治搭著巴道的這隻二號 馬友運來選擇 那麼為什麼今次會選擇這隻馬友運呢? 五彭治搭巴道呢? 第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看到這隻馬 今次的騎連配搭 都是一些贏馬的配搭 如果大家有仔細去到看最近的賽事的話 其實你都會發現到 巴道最近是能夠幫到五彭治去到晚上 好像上個賽馬日那樣 上個賽馬日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這一場 7月1號的第三場 五彭治千四米的賽事 其實這隻江南城 都已經是巴道搭著五彭治來就要贏了 是巴道幫五彭治去到贏馬的 這隻江南城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贏的 這句都跑了很多場 又是蔡明少騎 又是田德安騎 班德里騎都一路贏不到 但是上將放了巴道上去 就已經是說搞定了 也是巴道幫五彭治贏的 所以這隊騎連其實是會野馬的 是OK的 而接下來這一場馬 這隻馬友運 巴道再次幫五彭治騎 我認為有機會是想保重的 為什麼說 我們仔細看這隻2號馬友運的賽事 這群馬友運 今季的成績 看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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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上場6月26號 跑的谷草千二四班 由巴道來對騎 都跑第六 是吧 成績都算挺頑皮的 但是為什麼我們仍然選他呢 我們可以一齊來對看 馬友運上將巴道是怎樣發揮 上將馬友運 是排在十一檔跑的 這裏就是他 藍衣藍帽 紅色遷取至於左 大家看不太好 看不太好 大家清晰可見 這隻馬友運 上將不久 就已經被人頂了 頂了在外碟的位置 嘩 頂到好出 三碟四碟 基本上這隻馬友運 上場就全虧了 是吧 很明顯見得到 全虧了 沿途一路就好像二三四碟 這樣跑當然會虧了 去到鑽灣入直路 其實他都被人拋離 頭馬和他的距離 差不多八個馬位 九個馬位 甚至十個馬位 總之他就被人帶掉了 被人帶掉了 很明顯他就不利 因為這場馬都來於 擺前走的馬匹 如果你有姿勢看的話 回來夜馬的 也是擺前走的 跑近的 也是擺前走的 所以這隻馬友運 其實上場 流到今後今被動 是很吃虧的 沿途還要這麼吃虧 是吧 但是 你 認真仔細看 這隻馬友運 即使是不利場地 也好 即使是吃虧了也好 他最後仍然能夠湧上來 去到最後八三位 他都被人大幅拋離 是吧 但你仔細看 巴道打他幾邊之後 這隻馬是會湧上來的 看不見 看不見 鏡頭打不到他 本來 後來是湧上來 打得到 是吧 所以這隻馬 其實我跟我們講 是一隻幾個狀態的馬 想像他需要什麼 就是需要些劣蕩 這隻馬想像是需要些劣蕩 11蕩導致他跑不得好 所以才輸毀了 甚至前仗也是 12蕩導致他跑第7輸毀了 但如果你撇除了這些劣蕩 我和你提一下 今季5月22號 其實他不是跑得好 為什麼 跑5檔 他排5檔 就已經跑第3 排10檔 劣蕩 跑第8 排10檔 又是入不到間 所以其實這隻馬 這隻馬 他對於他來說很重要 只要他排到漂亮檔 他就有一個好的成績 出來了 是吧 之前贏馬的時候 排了1檔 跑那些菊草 124檔 又是第一 是吧 所以他檔的影響 是幾大 檔的影響是很大 而今次這隻馬 排什麼檔 這麼巧就排了3檔 漂亮檔來跑 排3檔漂亮檔 我覺得這隻馬 就有機會了 是吧 因為這隻馬 贏馬的時候 都講了47分 今季贏馬的時候 他47分 現在40分 即是說足足減到7分 減7分還要怎樣 減7分之後 還要下班跑 是吧 今季這隻馬 其實還沒下班 一路在4檔跑 但他在4檔也贏到 今次降一檔 降到5檔 那其實 那個競爭力 那個威力 就更大 是吧 所以 今次他降一檔 減了7分 來跑 被他贏馬的時候 再數了7分 那你也不要說這隻馬 沒有威脅 還要下一個漂亮檔 是吧 雖然就是說 他最近懶 賠率懶 22倍 15倍 但是我覺得這些馬 仍然是有望有機會的 絕對不能夠看少 尤其是五盤子的馬 五盤子不斷搶 win 這些儲了這麼久 儲了7分 你說他搶搶 九成都是搶 搶了他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在來的這一場 都不用忽視 我們都是需要選擇的 所以大家會選擇馬匹 其實就選擇這些2號的 5號有運 來買分 好了 講完今場馬 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之後 就來講我們第二隻會選擇的馬匹 那今次我們第二隻會選到的馬匹 是哪一隻呢 其實我都想選擇 何澤耀搭著呂建威的馬 即是說這一隻 5號 潮郎中 那今場馬 我認為 都有機會是 再次 五盤子 鬥呂建威 是吧 真的有這樣的機會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先看看 這隻 潮郎中 那個賽季 這隻 潮郎中 其實今季 他的賽季 看來都一般 是吧 今季其實都跑了 差不多 十場 是吧 那 但是 他一 win 都沒有 一場都贏不到 看來都一般 但是為什麼我們仍然選擇他呢 原因是因為 這些潮郎中 今季 他沒有贏過 他沒有贏過 證明這隻馬是儲了很久的馬 他儲了很久 還要是說最近轉艙 轉去呂建威那個艙裡 其實我認為這些 那些 那些 存了這麼久的馬匹呢 有機會是幫到 呂建威來搶 Vin 那 完全是轉艙過去 幫呂建威搶回Vin 那 真的不是開玩笑 因為這些馬 存了很久 他 評分38分 他贏馬的時候 即是說跑得好的時候 你看看他幾分 他之前曾經 試過跑谷草1650 就四班跑得好 劣當十當跑 他平著44分 是吧 現在幾分 38分 44分跑第二 現在38分 賺了6分 賺了6分 你說這隻馬能不能夠跑得好 其實 這隻馬是機會 是吧 跟你說 看上將何則要怎麼騎 何則要 這隻 這隻 超郎中 排著三檔來跑 這裏就是他 橙衣 橙帽 紅色戰爪至於左 大家看看他怎麼跑 這隻超郎中 上將 留在 六七位置 六七八位 是吧 沿途他都一直跑 看來就沒什麼問題 一路走著這二三碟 去到轉彎 二入直路 就及早看空 轉出去 是吧 在外面看空 在外面看空 在外面再衝 你會看到 其實何則要當時 就隨便散他兩邊之後 轉右手 就散到他幾邊 之後就 沒什麼打過 就只推他回來 這樣 其實你這樣看得到 這隻馬很明顯就是 他就說 泥地性能 是沒那麼好 泥地 他跑泥地的時候 根本就不衝 上將是這樣 之前四月三號的時候 都不跑第五 你看這隻馬的賽則 很明顯就是 跑泥地就不好 跑草地就突出 是吧 跑到草地 他都能入到一些架 所以你說這隻馬 練馬師 知不知道他跑泥地差 其實他擺明知道 他擺明知道 他跑草地好少少 但是 上進仍然 就是被他報泥地 基本上就是熱身性質 那這次 喂 來回跑谷草 1650 就是五班草地賽 那是他最佳的路程場地 對吧 那你點零的話 這隻馬沒有機會 當時這隻馬排十當 跑谷草 1650 都第二 我們可以看看希威心 怎麼跑 這隻馬衝得很厲害 當時他排十當 劣當的 這隻就是他 橙三橙武 紅色戰爪 注意了 大家一定會看 這隻馬 當時又是流後來跑 焗流 你排十當 沒有理由不流 流到最後 尾四尾三 在這樣的位置 跑起來都相當被動 今場馬 我告訴你 被動馬就不著鬍 被動馬就不著鬍 因為今場馬 都是一些比較慢一點 步速的賽事 基本上 比前面的馬 都更慢了 這麼慢 所以這隻 跳狼鐘 流到這麼厚 這麼被動 來跑 是很吃虧的 他還要沿途 一路都這樣跑 去到轉彎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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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四五疊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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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시고 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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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去 跑去 走出去 跑去 跑去 林 unos 你不说以为这只超囊中已经赢,你不说以为这只超囊中已经赢了那只,但后来就认输了,这样输了 这个第二是这样来的,所以你说他输得看不看,摆得明就输得不看了 其实实际上,这只差一步就已经是赢了,不过有时候跑马的东西就是这样,差一步就是差一步 当时就搞到他这样跑到第二,我觉得他这些第二真的不划算 慢步速的情况下,都能跑得这么好,我觉得这只马其实跑1650位真的有了 这一场马,他跑相同的路程和场地,不过班就不同了,班就今次有四班降龙,五班跑,降一班跑 你也不要说这些马没威胁了,其实我觉得他很大机会 降一班,所以就是说排着11档烈档来跑,贸致就不着手 但你留意,当时他跑得容易的时候,不是又是排10档吃鬼了 所以这只马,烈档的影响,就较小一点 是烈档他其实经常胜都可以的,因为这只马都是留后,留到最后来跑再重一段 而且他这只马,他在外面冲是最好的,他在外面冲,发挥是好一点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其实这次烈档都不怕了,放何宅耀上去 屡见威蓝何宅耀,随时又赢一只 所以今场马,我们第二只会选到马匹,选这只5号的超郎中 好了,说完今场马,我们头两只会选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到说我们最后一只马,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其实又是选择个懒本骑士 选择谁呢?原来就是选到杨明伦的马,杨明伦的马马 这次我们也买了,即是11号的最佳拍档 为什么会选到这只最佳拍档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只最佳拍档的赛职 这只最佳拍档,其实最近的赛职都不是好 是吧?6月2号跑的沙田草里1400,500 排了六档,六档都叫漂亮档 但最终都跑第14,跑得这么差劣,最近赔率又懒 但为什么我们仍然选择这些烂马呢? 我们先来看看上将这些第14样的命运 我们先来看看上将这些第14样的命运 是怎么跑出来的 其实这些第14,上将就是一些很洩的情况来跑 最佳拍档就是这一只,蓝衣红帽的这一只 红色战织就知道了,大家先来看看他怎么跑 这只马排六档的,六档照计也不亏 但是为什么最终说他亏呢? 原因就是因为这只马今场他跑被动 你记得到他即使排六档也好 他仍然留后来跑 其实你光看就知道了,前面那些马比较少 后面有整大堆拍着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后上马 那你这只最佳拍档留到那么厚,你说他能不能够 其实你一看就知道他不够 一看就知道了,再加上你再看时间 哇,这一场马,是要慢步速的 是吧?明明就被人控制了那步速 慢步速根本就不要追 所以这只最佳拍档一直留在那么厚 还要整大堆马,跟他这样玩 那他当然是完全吃底了 所以最终呢 他这些那么厚,那么被动的位置 不能够冲到上来呢,我认为是正常的 还要到最后呢,他找位都困难了 又跟别人玩碰碰车,有些碰撞 人家又不让他出,牙住个位置 导致了这只最佳拍档 其实后来都没什么怎么骑的了 是吧?那杨明伦都是 求求旗旗旗就算了 所以我觉得这只马呢,之前 为什么会输呢? 其实就是正正 在一些不利的场地,不利的形势 来跑,才导致他输了 是吧?那 所以这些赛职呢,我认为可以是说 抹走他的 上将就是极力摆前走的马 你看,那些什么全神灌珠 摆头走的 香飘骂你摆头走的 智性攻略摆头走的 致敬区质前的 是吧?又是呀 全部啊,头那五名 都是质前的 皇帝国都不例外了 人家放的嘛 是吧?所以其实 真的,这只马呢 之前呢 在这些不利的场地来跑 是很不着数的 基本上就真的抹了他了 你抹了他之后 你看看5月15日 他跑谷草1650米5班 你看看怎么样? 当时是用杨明伦排列档 12档都行的 排列档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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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看那些第二点来的 这第二排列档 列档的 列档的 最外碟那一只 这一只最佳拍档 藍心红帽 红帽 最主要阻了 大家看看他怎么跑 这只马呢 当时呢 他流后来跑的 又是流后了 还要杨明伦 怎样呢? 很积极跟他走 那些三叠来跑 对吧? 喂大哥 跑到这样的 跑三叠 三四叠 沿途不断地走 不断地亏 但是居然 最终就是说 怎样呢? 最终就是说 这只最佳拍档 仍然能够跑得好 吃鬼住你 其实 仍然能够 跑回第二给你 这样跑回第二 你都不要说这只马 没有了 是吧? 说真的 是吧? 后来就打 而已 那就撑个第二回来的 他见到也赢不到了 撑个第二 是吧? 这样也能够 拿到第二 即是不能说这只马 是吧? 跑一六五零 不是谷草的 的话 排列当时 都可以 当时还要赢到 胜利同盟 兼有利 恒进之宝 二昌勇士 这些马 这些马 就是再出的那些 你看看 原来就是说 最佳拍档 赢到的恒进之宝 起胜威龙 在同场再出的两匹马 都不够最佳拍档跑 所以二马论马 我觉得这只最佳拍档 绝对能够称高 是吧? 人家赢到恒进之宝 起胜威龙 恒进之宝 最近那场 谷草一六五零位五班 六月十二号 那场 他都赢到奥龙区 是吧? 说真的 你这样计算 这只最佳拍档 在年轻一场称到很高 今次还不用排列档 今次排四档 是吧? 四档 绑基一六 其实这些马 相当好跑 形势绝对奏到它 所以今场马我也想拼拼 试试这些马 第三只会选到的马匹 选到这些十五号的最佳拍档 好了 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买到哪三匹马 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 投注策略 今次我们的投注策略 就会买到 连赢及位置Q的彩池 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才提及到的 那三匹马就可以了 用一个铁三角 互出的方式 去买回他们 今次就这样买 如果大家和我们同路的话 不妨试一试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好 祝大家赢得了 今条片就来到这里先 今天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和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